这是一个冰河时期的幸存者 在往更新是大约30万年前起源 它就是北极狼 身披一层厚厚的毛 牙尖嘴利的牙齿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说 这只冰河时期的幸存者 哈喽大家好我是白菜 北极狼又名为白狼 主要分布在北极地区 包括加拿大北部和格陵兰北部 根据统计全球大约只有1万只北极狼 它们平均间高64至90厘米 脚趾到头大约高1米 从鼻子到尾巴身长89至189厘米 平均体重35至45千克之间 在人工饲养下寿命可达18年 但是野外的北极狼 平均寿命只有7-10年 与其他狼一样 它们也是集体不识 通常是5至10只组成一群 而每个家族大约有20至30个成员 在这一小型群体中 有一只领头的熊狼 所有的熊狼常被依次分在家 1.等级 磁狼亦是如此 狼群中总是有一只优势的狼 其他的不管磁的 熊的均为亚优势 及更低级的外围熊狼及磁狼 除此之外 便是幼狼 优势熊狼是该群的中心 及守备生活领域的主要力量 优势磁狼对所有的磁性 及大多数熊性是有权威的 它可以控制群体中所有的磁狼 优势熊狼和优势磁狼 以及亚优势的熊狼和磁狼构成群体的中心 其余的狼 不管是磁的还是熊的 君宝石在核心之处 优势熊狼实际上是一点型的独裁者 一旦不到猎物 它必须先吃 然后再按社群等级依次排列 而且它可以享有所有的磁狼 不过 优势磁狼不知是粗意大发 还是为种群的未来着想 它会阻止优势熊狼与别的磁狼交配 并且优势磁狼几乎也能很成功地阻止亚优势级磁狼与其他熊狼交配 这样 交配与繁殖后代 一般在优势磁熊狼两个最强的个体之间进行 这样会减少交配机会 限制幼狼的数目 因此 常看到一狼群中仅有一窝幼崽 可是 一旦遇到特殊情况 比如狼受到大量捕杀 大片栖息地被开拓 这时狼的社群等级性就受到了抑制甚至破坏 首先是结群性被打破 这样 独身的雌熊狼便会有充分的自主权 几乎每一只狼均会找到配偶 繁殖率大大增加 每一只狼每年均可产下一窝幼崽 这对保持和恢复狼的种群数量是十分必要的 北极狼是典型的肉食性动物 有时熊狼在担当组织和指挥捕猎时 总是选择一头弱小或年老的驯鹿或射牛作为猎取的目标 开始它们会从不同方向包抄 然后慢慢接近 一旦时机成熟 便突然发起进攻 若猎物企图逃跑 它们便会穷追不舍 而且为了保存体力 往往分成几个梯队 轮流作战 直到捕获成功 北极狼吃驼鹿 鱼类 驴鼠 海象和兔子也进攻人类和其他的动物 它们用森林里的灰色 绿色和褐色作为掩护 北极狼的主要天敌是人类 由于人类的采拔树木 污染和垃圾 它们失去了居住的地方 北极狼面临宾威的境地 主要的威胁是偷猎者 每年至少有200只北极狼被杀 目前已经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宾威物种红色明露 人类是所有动物的天敌 希望我们可以保护大自然 保护这些动物 本期的视频到此结束 我是白菜 我们下期再见哦